字幕提供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了 各位司文 您到我 EETV 又見到軒仔的臭小子 又爛口 說話又不口 又不收 又經常說反對共產黨 你遲到拉他打靶 應該統戰我 那我就閉嘴 鬼統戰你 打你擺有份 軒仔的立場 與本台的立場無關 因為他就是反共的 又要港獨 我們不是 我們是愛國 愛港 愛黨 所以我和軒仔坐在一起 就避免他了 你知道我是紅的 軒仔 雖然我們立場不同 是的 但是呢 你那天幫李嘉威去點票站裏面 好像聽說你發現到一些很不公平 中票的現象 那些主任不理 你不說呢 你都覺得 你都覺得香港沒有可能發生這些事情 即被他們親眼看到 真的被親眼看到 這樣也可以 因為人家跟我說 他就說 你快點進去監票吧 他說看到主任 教人家怎麼投票 有一個印尼 還是不知道 總之是印尼 還是印度 就拿了一張選票 可能就被人教他投票 但他就不懂得怎麼去香港投票 就問他應該 即是投誰 那樣 不問那個選舉主任 那個人就跟我說 他問選舉主任 他看著那個人 之後呢 選舉主任就是 你吸下去就可以了 那就指一指 他不知道指哪裏 那其實這樣很公平 可能指李家威 對啦 指李家威 那當然也不太好 對潘國華就不太好 對不對 那你指潘國華 對李家威不太好 本來李家威就贏了 對啦 就被他不停指指 跌絲 什麼玩指來指去 那都不要緊 那之後呢 那個盲柄呢 就聽選舉主任說 吸了 那 那或者他真的盲 對啦 沒辦法 那之後 對啦 那那個人就跟我說這個故事 那我心裡想 怎麼 怎麼這麼作大呢 對啦 香港啊 怎麼這麼誇張啊 還有你說 你說什麼 他這樣指來指去吸下去 我心裡當人家白癡的嗎 可能真的是白癡啦 你知道香港很多 是不像白癡的白癡 那沒辦法 那之後 那我就進去監票 那進去坐下而已 那進去去了 其實一直都平平無奇的 那些香港人都OK的 因為大家都有一定的民主程度 那當然就 對啦 你看到那些香港人都該死的 那真的抵比共產黨玩了一輩子 那之後 看到有一對大陸人 嘩 那些口音準到 我完全是覺得這一對人 真的是 中國殖民來的 準廣東話口音還是什麼 你講清楚 很準確的北京喉音 北京 北京 北京喉音是北方音 因為那些儀化音 就是我們 我們講人話 是很正常的 那些鬼話來的 好像英文那樣 R音很重的 鬼話 你都聽得出來 聽得出來 北京音也聽得出來 北京音也聽得出來 上海音也聽得出來 這個人不懂聽海音 北京音也聽得出來 台灣音也聽得出來 主要是講鬼話 不是講我們那些人話 就是國語話 不是人 不是我們那些人 那之後 那我就已經奇怪了 那我就問你 跟著他 他去第四條線 我會坐在第四條線 後面 那之後 拿了選票 那你拿了選票 就去投票 香港人就不會高談闊論 即使談論 都是票站外面的事 不應該這樣 應該保持一定的空間 給人去想 那那個女人 就問那個男人 一對來的 大陸人 那個男人是選舉主 那個男人是大陸人 大陸人 他就問那個大陸人 頭哪個好啊 那男人 你拿了選票就可以了 我指指 指是李嘉威是嗎 不指是李嘉威 總之 就 隨便打一打一打 有些碟仙 打下去 那我就 我便問是否搞錯 你這樣也可以 我說你怎樣可以拿選票 怎樣教導人去投票 那是這樣的 指導呢 指導那就可以了 李主席也進去指導 是不是 李主席這麼厲害 梁美芬也進去指導 拉票區也進去 梁美芬 對不對 那投票集應該不能進去 每個伴見不到 唉唷我笑 不是的 可能梁美芬見到那個人走 見到老鼠不害怕 那些人 對 即是你這樣見到的時候 那我就說 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教別人投票 你不應該是 即是你不應該是 去騷擾別人投票的意向 即是我不知道 你會不會拉著那個女人 你會問什麼把柄呢 你投這個 你投完之後 就給他一個把柄 那不知道的 那選舉主任就過去說他 即是你不要這樣 他就很大聲 他是我的朋友來的 即你想想 其實suppose 你說話 我都不是太清楚 聽到主任說什麼 因為有一定的距離 我都不可以出那條線 但那個男人 女人說的就很大聲 他是我朋友來的 大聲到我坐在 那些職員後面的紅線 我都聽得到 好像爸爸和爸爸 對 都不可以教子女投票 對 不可以的 那你怎麼可以這樣 我打算應該是會 那我就說了兩件事 我很懷疑他們是否選民身份 那一定是 那一定是 確認過才給選票 但是到最後 其實我都覺得 我說不可以這樣 我都跟選人說 你這樣不公平 你怎麼可以這樣教別人投票 然後他就說 我一定會跟同事說 會留意 那我心裡想 你留意有什麼用嗎 你票也投了 你應該是取消那張票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但是沒有做到這件事 到最後都 當然 對 你想想 香港區議會這麼多個票站 我一當 每人一張票 不小心投給民建聯的 已經足夠讓民建聯 一個議員當選 其實當中 會不會其他票站 都會這樣 因為說真的 我們不是民建聯 沒有那麼多人力 也沒有那麼多錢 也沒有那麼多支持者 那些蠻毛 最喜歡支持民建聯 就是下去坐下去交票 我呢 就直接完全不去票站 對 為什麼呢 我不去 我當時看到一些旅遊巴 就是一車車的旅遊巴 但是已經檢點了 為什麼呢 你看看他的 有沒有進步 他呢 他 老實說 不怕說 因為算了 是啊 都算了 我們四圍呢 我們在一些 借了一些地方的 在離遠呢 就射了一些鏡頭 去看他怎樣 車那些人來的 那麼呢 他們都檢點了 那就只有1500多票而已 啊 就算任他中 他也是中了1000多而已 啊 所以呢 我就不需要入票站 還有為什麼呢 還有一件事 我都說是一定有中票的 你之前不是說過少數族裔的 我那時候想說 你又夠了 真的 你不要以為是假 你不要以為人家發瘋 是真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叫他投票的時候 我說 Full for No.2 Full for Equality 他就馬上摸一摸 No.2 我說Yes No.2 No.1 No.1 No.D.A.B 他就馬上哼 哈哈哈哈 那人家有權 不喜歡投你 那你說 我覺得是 完全是 已經教了他 因為他是很sensitive 聽到No.2 他馬上轉過頭 你呢 沒有看我那段 我經常問李維琼主席 是嗎 是 主席 我問他 哎呀 跟我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 贊成查 調查員水 但投票又投反對票 他一直走 是不理我 是啊 當遇到那些阿婆 那些阿婆 就不知道我 我正在問他這件事 那些阿婆沒有查查 哎呀 我投多少號 他明明在走 你看看那段片 很好笑的 他明明在走 他轉回 看著阿婆 抓著阿婆的手 看阿婆說什麼 喂 這些如果說真的 我真的完全不怕 你就投吧 投給誰 都無所謂 你為什麼這麼緊張 害怕我 害怕我撞到阿婆 對不對 所以我說 為什麼不一車車 拘捕阿婆 阿公 你的子女不要怪我 其實是對的 對的 因為不拘捕一次 買一次報紙 他們仍然還在抓住 李維琼 害怕他被我拘捕了出來 其實我也拘捕了一個 投多少號 這樣問阿 李維琼 你不問我 問我 我叫你我幾號 2號 2號 如果問我 我叫你投2號 你這樣抓著李維琼的手 投多少號 李維琼不會叫你投2號 其實我們有抓了很多東西 但是 想著ICAC都不做事 浪費了 你叫你找證據 你發瘋 你找了證據 你去找了證據 聯證專員 神經病 所以這個選舉這麼不公 我都奉勸馮法官 你好像抽那些號碼 我們擺那些標誌 你一早不連了號碼 我們去先拍照 你抽完之後 民政事務局長是誰 劉剛華 就是了 劉剛華 他當然是2號 沒有的本來是右手邊 美督的 如果抽到李維琼的 他放回來這個 正正的位置就行了 很簡單 就是這些 為什麼逢華法官 你做到大法官的 就是這樣的 你都想不到嗎 是不是 你知道很簡單 每次呢 抽完號碼 我以為很公平公正 其實他調一調號碼 因為他之前 在你抽之前 他沒有連號碼 他抽完之後 就隨便調號碼 最好 他自己民見亂的 他就連號碼就行了 是不是 他叫他主席就是劉剛華 對嗎 你們不要打算 鍾樹根 輸了 他在這裡慶祝開 你們不要開香檳 你們告訴他們 拿紙巾抹眼淚 局長有他份 知不知 哎呀 很厲害 你都離譜了 劉剛華 上次劉剛華 輸區議員 輸立法局 開香檳 之後就做什麼 副局長 之後就做什麼 政局長 現在可能 你不要顧鍾樹根 以為你們開香檳 不 虛虛 樹根說對 你們開香檳 慶祝我走上副局長之路 慶祝我做什麼 可能做什麼創新科技 副局長 什麼什麼 不是 分分鐘 那時候 讓他做兩盲律 正式司長 袁國強的腦爛爛了 哎呀 不要那麼蠢 我呢 就把Facebook那裏 就把別人說袁國強 什麼就死 就該死 那些 就copy了Vchat那裏 就被人罵 說不要那麼黑心 我說喂 我連電腦不懂啊 大哥 你小心點 我可以懂得改圖 第二次創作 都是沒有的 就是copy人 對呀 你坐牢 哎呀 沒有就算了 因為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如果香港獨特說不給 又會有這些 你不可以share都不給的 那就是 全世界都有 為什麼唯獨香港沒有呢 不是 全世界 譬如英國都有的 但是英國有些可以保障你 譬如說 你share的 如果人家是豁免的 你就不用被人抓 就是作者是豁免的 你就不用被人抓 但是香港政府就為了用英國 但是就取消這條條條條 我們連誰是作者都不懂的 你明白嗎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被人抓的時候 一定會有人出來幫你 如果有這條條條條條條 你又不是故意抄那些東西 他又不會拘捕我 明知道我電腦都不懂 每個人都知道 我昨天 我有一個Facebook 五千人多了 另外開了一個五千人 誰不知 他把我一聲伸開的那個 全個山上 我懷疑 我懷疑 那個懷疑 阿莫懷疑 阿莫懷疑 就被阿老子叫了他 是嗎 是呀 喂 他罵我 幫幫忙 幫幫忙 幫忙 可以不可以嗎 沒有理由我整個 我懷疑 我懷疑 這個懷疑 他怕他會不會被黑社會打他 可能 可能 誰打誰 不知道 我整個Facebook那裡 竟然沒有了 我唯有在這邊 我懷疑 我懷疑就認識 別人就不認識 那就懷疑了些人 那就懷疑了些人 那就沒有辦法了 你五千人都容納不了